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波 我是文安 今天呢是我們的東京都 655個車站隨即旅遊的第三集了 耶 那就... 纏身 20 20 好,所以車站開頭的字裡面 50英20的字 好,偷裡面有26個 6 5、6 偷大賣 這個我很有興趣喔 6 6 3 5 5 5 那就是5囉 對 5 有46 OK 46 直接到底啦 好 這還好這還好,不會到很遠 大丈夫です 對,大丈夫です 產生 28 9 產生 3 我剛剛心裡就是想去23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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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7 6 7 6 6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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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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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站是什么车站呢? 我们第一站抽到的是东大前 那东大在校区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点像台大的feel 我觉得真的长得还蛮像的 可能是因为那个校色的建筑啊 然后还有那种种的树的感觉 就我们刚刚散步看到这个珠顺水的纪念碑 它是一个明朝时期的遗城 然后据说拉面就是它教水户皇门座 然后才因此渐渐的传入日本 但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不可考的史实 哇如果是事实的话那真的太屌了 对就是拉面祖师爷纪念碑 好那我们走了几步之后 这边有一条银杏大道 目前看起来大概有七成的银杏都已经黄了 我们刚刚光是花了时间啊 就是取材就超级有点辛苦的 这边人很多哦 嗯这边人很多所以不好避开 可能你要如果在银杏季来东大的话 应该要很早很早来 对一早来不然就是平日 就平日早上也会最好的 对对对对没错 它是食堂这边其实就像自助餐 就排队 拿盘子然后点餐 嗯就可以啦 一个丼饭 再加一个这个是什么 榨猪排吗 对 榨猪排 一碗豚汁跟一个蛋糕 这个组合呢只要1196日币 这是我点的辣的味噌豚豚 老实说我觉得口味一般可以也不难吃 就是那种学生食堂我该有的水准 但我觉得我如果是大学生 这个价格跟这个好吃程度的话 我应该每天会来狂课 不像我以前那个中兴的时候 难受的那个学生食堂超难吃的 再来吃吃看这个榨猪排 它还蛮蛮豪迈的 把所有的酱汁已经直接烤在上面了 其实还不差 当然不可能跟什么名店比了 可是我觉得可能更接近那种 家里妈妈做的菜的感觉 中碗豚冬464 豚汁就是那个汤97块 然后炸猪排一大块391 还有一个蛋糕Montbrange244 所以这样一整餐1196 好扯 那我们吃完饭 接下来继续在冬炸走一走吧 对啊 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冬大食堂吃的 非常非常的满足 所以我现在感觉仿佛又有重新获得力气 幸福感十足啊 耶 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啊 我们现在在冬大食堂旁边的一个湖泊 就是既然大雪里面有这么自然的地方 也是蛮难得的 我们大概散步了不到10分钟就来到了这个地区 还有一个有名的景点叫庚金神社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第一站运气也是蛮好的哦 对啊 因为抽到冬大前的话 刚刚冬大刚好遇到银杏大道 然后吃了还没有 我们还没拍过的冬大食堂 对 然后刚刚好呢 应该大家有看到那个 捷运站的出口 就写一个庚金神社 然后又是一个很大的景点 对啊 我们光这几个介绍完 这一个点就已经满足了 这边就是完全一个半自有等级的地方 没错 超棒 我们来到第二站叫玉岳山 看起来周边就没有什么都有点压爱哦 不过我还蛮喜欢它这种地面上小小的车站 就很可爱 好啦 我们的Core Huck Sand现在在寻找中 呃 目前看可能玉岳山嘛 可能来个玉岳神社 看看有什么东西 对啊 二站一出来我们观察到算蛮热闹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拍了三集了嘛 然后前面大概有四五站一出来就 三四站一出来没什么东西 可是这边一出来有商店街 然后还有一些素食啊有的没的 就生活技能很完善 一直不到一百块日币吧 超便宜的 蛋糕 怎么样 这个随机车站之旅 可以享受这种每一站地道的小吃 对啊 虽然不是每一站都有小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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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吃 哦 它这个 狗马其吃起来有点咸咸的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那种 就是芝麻 然后把那种 香味出来的那种感觉 好吃 那我来试试这个疑似酱油的 对 有沾一点包裹的锅吗 嗯 哦 很好吃耶 对啊 我说不上外面那层是什么 可是它有一点高汤 嗯 它有一点海苔的味道吧 然后那个蛋糕就是QQ甜甜的 还不错 我还蛮喜欢这种小地方的神社 而且它其实蛮厉害的 就是它大小什么的 而且在一车站出来的地方 我有点讶异 我原本以为是一个小小肥肥的神社 那这个神社本身已经建立了快200年 那后面那个雕刻大概也只有200年的历史 那这边的同时也是大田区的文化材 我们车站的两侧都有一条叫玉岳商店街的 而且这一头看起来还蛮长 等下带大家稍微再逛一下 有人说他住东极线上的人都是一些好野人 那我们现在走在这个玉岳山这个区域 感觉是比较高级的一点 就住宅区的感觉 旁边的那个房子都比较大一点 而且刚刚看到好几户有停宾室 对啊 那文安就是你来日本那么多次 有没有想说如果要住日本的话 想住哪里了 有我之前已经大概想过 哪里 我想要中目黒 中目黒 悠悠基上原 然后还有一个是 前几天 吉他山道 吉他山道 OK 那这样的话你的年收可能要2亿日币左右 差不多 目标是这个 对目标是这个 可能最后只能住龟友 最后的Saitama Saitama Saitama 这种住宅区通常也会有很多那种 适合小孩子来玩的公园 像我们现在后面就有超多小朋友玩的 不亦乐乎 公园里还有一个旧的火车给小朋友玩 在刚刚那个公园走过来大概3分钟的地方 就有一个叫做名神汤 看起来非常有历史的泡汤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最后站在哪里 二子玉川 Tago Tawagawa 也是个超级大的地方 应该不怕没有得完的 今天超棒 YES 那二子玉川这边 本身也是东桥非常喜欢来的地方 它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商业区 生活技能非常好 然后也有合体可以散步 就是这种团团吧 那连接乐天本部的这个区域 它两旁都有蛮多商店的 比方说像你欧家店 Herman Miller就是卖家具的 还有就是我这边一旁全部都是餐厅 我们在Codiva的cafe休息一下 喝个饮料 我觉得它这 连杯子啊 还有整家店感觉都非常奢华 嗯 嗯 秋天限定的哦 有栗子的 咖啡 巧克力跟蜜蜜辣味非常好 不会太甜了 好吃 我们车站西口出来啊 就是玉川高导屋 然后这边除了可以购物之外 然后冬天也会有illumination 那我们到高导屋的楼上啊 这边是一个很棒的 室外的TELUS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看啦 这边有没有超级无敌网美的啊 我觉得这边不只是网美 像我这种网帅也非常适合来这里 诶 好啦那我们来就看看今天已经 形成已经快结束吧 那我们来问问看伟恩跟我自己包裹 觉得今天最喜欢的景点是哪里呢 我们先开始哦 我先 我应该会选东京大学在银杏时期跟去东大食堂的体验 因为这边其实当然也是蛮漂亮的啦 然后更新神社我也蛮喜欢 对 但是私心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因为 东大我好像没有真正去过 然后今天对我看到银杏的时候觉得还蛮不错 而且我很期待他那棵巨大银杏树 好这边接空井还绿绿的那棵 对对对就是我还蛮期待看到他蛮开 然后再加上因为今天我第一次吃东大食堂 所以我觉得那个新鲜感往上拉的话 今天我会最喜欢东大前这一站 我的话其实就在这边 因为我觉得这边真的超漂亮的 然后如果这在比较东京市区里面 比方说表参道啊 或是就是元宿这边的话 应该人会暴躲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不用排队 然后也没有人在我们周边 我们可以把相机架在前面 还可以坐在这个就是什么 当球前这边也没有人会来就是夹妈我们 所以这边超级无敌适合情侣来游戏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东京都的655个车站 随即日游的第三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再继续支持我们 我是包博 我是文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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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